杨茜茜 杨茜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 姚凤老师还没来我就站在这个主持的位置 那么对于这个不能缺席的生活现场 我不知道另外的三位 有没有准备了一些 自己的想发言的主题 的这个关系主题的内容 然后三三吧 三三你先开始 对 你是嘉宾 这时候就是要回避对视 但是还是被你Q到了 那我想从昨天的一件小事说起吧 就是我们住在索菲亚 索菲特 那个十六普酒店 那里有一个还算挺大的 有好几层的娱乐场 就是赌场 然后因为晚上没事 我就会下去逛一圈 其中有一个核官引起了我的注意 就是当时人很多 这个赌场比我在美高梅 或者永利看到的都要热闹得多 就基本上每张桌子都有人坐着 但是在靠边第一排的第二个座位 那里有一个年老的男性的核官 然后他留着一半头发 另一半是光头 然后非常瘦 其实有一点凶狠的气质 然后他那一桌 他周围都坐满了人 但是他那一桌怎么都没有人 我就看了他 我就看了他很久 大概十分钟之后 别的核官来把他换走了 然后他走的时候 我一路就跟踪了他 他下电梯 一般我们都是站在电梯上 懒得走动的 但是他是快速地步行下电梯的 就他走得非常的快 然后当我到地下的时候 他发现了我 我就没有办法再跟踪他了 但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让我非常的感慨 就首先核官这个职业 他能有多长的生命期 以及他怎么样 能在他年老之后 在他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去开创一个新行业的时候 他还能有所保障 这是我所担忧的 然后我就想起 我15年时候 买过就是泰皮老师的神迹 那本书里面有一篇叫 《核官欧阳嘉明》 写的也是一个 堕落的核官的故事 他讲的可能是 一开始在赌场里 但是一直赚不到钱 性格也比较老实 最后有一天卷入了赌博 然后他因为偷筹码 我还知道有这样的事情 偷筹码而被抓 然后走的时候 摔了一跤 然后去世了 就是我在想的是 那样一个充满幻想的场合里 有那么多人 那么多细小的人物 他们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命运 不管是欧阳嘉明 还是昨天的那个 不知名的核官 也许我未来也会以他为原型 写一篇小说 就这些细小的人物 这些最日常生活中的人 他们都有自己的路径 就是我觉得观看他们 或者说仅仅观看是不够的 就是你得感受到他们 是非常有意思的 先说这么多吧 很好就是这个 杉杉她从了一个我们写小说的一个形象 人物形象的这个来出发 就是你们说这个好像 因为我是写小说是从这个结构出发的 所以米亚昆达拉他就说自己的小说 是从人物形象出发的 我一直觉得好像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头 就是从这个空间关系里面去 去聊这个生活现场 就包括其实时间也是一种 空间的关系 对 所以这是 那么归于这一点 两位这 我们的小说家 怎么样去 把它延续下去 其实赌场文化只是澳门的一部分 虽然很多游客 或者是外地的朋友 觉得一想起澳门 就觉得赌博 博产业 赌场 度假 娱乐 消闲 好像这些就是澳门的标签 尤其是带个赌字 但是呢 其实我本人其实很少去逛赌场的 所以我很多在赌场的工作人员 或者是赌客 留给我的印象其实都不是直接的 很多都是通过其他的作家的作品 以及他们改编成的故事 在影评上间接地去了解那些 在赌场里面工作的工作人员 或者是游客 但是呢 我觉得其实澳门还有很多地方 就是值得我们去逛 或者是值得我们去发掘 他们的那些文学的气息 比方说吧 大家都现在在 这个白鸽潮 白鸽潮下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或者是很著名的十月初五阶 十月初五阶这个名字 看起来就很中国化 好像是为了 好像是我们汉人 或者是中国人特意设计这个名字 实际上十月初五阶是葡萄牙人起的名字 十月五日其实这个意思 当年就是为了纪念他们的革命成功 才把我们的街道起名为十月五日阶 但是呢 在翻译的时候 因为要顾及华人的感受 让华人都对这个街道有更多的认同感 所以就把这个名字 就改成十月初五阶 十月初五阶 其实现在看起来不是非常长的一条街 但是可能在一百年前吧 那个时候当时还没有那么多填海的工程 十月初五阶就是沿海的旧的码头的一个一部分 所以当时是非常繁荣的 现在大家看到的都十月初五阶 好像都是千华落尽 比较沧桑的感觉 里面老店比较多 但是其实大家仔细地往街上慢慢走 会发现很多 大家在大城市里面居住的时候 会觉得慢慢会消失的一些 很美好的生活元素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写作 写了写了就觉得好像没什么素材可以写 不知道写什么 好像到了一个瓶颈的状态 但是一旦到了这种状态的时候 如果你不能够离开澳门 不能够去澳门以外的地方旅游 那你就在本地 在这些老的旧区 旧街里面慢慢地逛 慢慢地去徜徉在他们的时光隧道里 去发觉可能你平时没有留意的东西 有一次我放假 就一天的时间 当时我本来要计划写一点东西 但是就是没想好要写什么 所以就非常苦恼 那天就我恰好 因为以前我家就住在十月初五街旁边 不远的那个康公庙旁边 距离十月初五街很近的 但是我走路上班 其实就经过的路程 就是十月初五街的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就靠近马路那边 我就比较少过去 那次我就特意地去往那边走 看到有很旧的那个牌坊 类似牌坊一样的东西 它那个还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象的名字 叫水基象 那个牌坊看起来 其实它虽然现在它用油漆 把它修得很漂亮 很崭新的样子 其实它掩盖不了它那些沧桑的那些历史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在十月初五街里面走着走着我就看见有一家 比较简朴的茶餐厅 茶餐厅文化在港澳地区其实很常见 那一家我觉得其实它本来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地方 但是它刚好那个 它的名字改得跟我一个同事的名字 好像一模一样的样子 所以我就走进去 然后它的食物其实不复杂 就是炒饭 云吞面这些 但是呢 其实它里面的经营方式 还是我觉得可能跟十年前 二十年前跟三十年前可能都不是差别很大 就是老板也不会对你非常热情 但是呢 他不会把你当成一个社区的一部分 虽然他不认识我 我也第一次见到他 但是他好像就把我当成一个老街房的样子 他就跟我聊天啊 什么聊街场啊 这些给你感觉很亲切 而且你点的东西虽然好像 他也不会说特别迎合你的要求 就是把那个东西做得非常快 非常的怎么样去讨好你 但是呢 他就按照他自然的状态 他喜欢怎么做 他就怎么做 他直接就把那个炒饭弄好 但是我觉得其实它味道 不会说特别有什么个人之处吧 但是我觉得这种 在这种文化里面 就是这种古街 古象 旧街 旧象 旧区的文化里面 我感到好像有一种过去失去的感觉 现在重新找到 而且他那些餐牌都是非常的 怎么说 不能够说原始 甚至带点粗俗的感觉 因为有些是明显的错别字 比方说 因为我看得出来可能老板 他应该是讲粤语的 他肯定不会照顾那些外地游客 所以他就在那个餐牌里面 他如果提示你要吃那个馄饨 当然他写云吞 但是他如果提示你想吃完全的云吞 而不是云吞面 他就写正云吞 正云吞就是按照粤语来说 就是整碗汤 其实就是云吞的意思 就是混沌的意思 但是其实如果按照正确的语法来说 可能叫干净的净 净云吞 可能会更加容易理解一点 但是老板他可能不擅长普通话 他不了解这些 他就按照粤语的人的习惯 就是整云吞 就是告诉你 你想吃整碗的云吞 你要点这个 其实你看起来就好像很粗俗的感觉 里面也不会收拾得特别干净 甚至还有一点点脏的东西在桌面上 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不会很嫌弃他那些东西 其实这都是一种街坊文化 而我吃了之后 我接着往下逛 我就逛到 去到另外一边 过了新马路 去到那边 我就走着走着 就到了下环街 谢环街那一代 其实也有很多旧的社区 其实好像微楼一样了 就两三层 看起来就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那些当年的有钱人居住的地方 当然现在 他这种凋毙的状态 根本就不可能有人再居住 因为都是 可能里面又没有电又没有水 就是一个像砖房一样 甚至楼下的那些树木 都已经直接涨到那个二楼三楼上面 楼顶穿过穿上去了 都非常的 看起来很沧桑 很 就是说很破败的样子 但是呢 这种东西在澳门 其实很 其实不少见 只要大家在旧区里面 多逛一下的话 可能就会发现这些东西 其实它很有韵味的 虽然不干净 虽然看起来好像 跟澳门的对外宣传的形象 好像有点比较大的区别 但是我觉得 你走在这些破败的 大的房子旁边 你会感觉到一百年 两百年的历史 当年澳门人是怎么生活的 当年的澳门的历史 是怎样发展的 我们的城市 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的 其实你在这个旧区里面逛一下 看到那些 那些秀极斑斑的门锁 还有那些窗墙 那些长满青台的石板 这些其实它都保留着 只是说它没有 因为它可能涉及到 私人产权问题 它其实没有去政府 特别地去修气 它就一直地保留着 这种原始的状态 但是你可以从这些景 观里面 你会发觉到我们澳门的历史 你走着走着 我就有感觉 然后我就有一点底稿在肚子里面了 然后接近回家的时候 我就开始有点冲动要写 大概的方向 然后我就买了一瓶日本的梅酒 就是那个梅子的梅 我就回去 我就慢慢地喝 喝了一点点之后 我就那个灵感就 灵感就慢慢地浮出来了 我就从下午写 下午三点钟开始写 我就写一个故事 就写一个厨师 他在茶餐厅里面工作 一个从内地移民到澳门的厨师 想当初他在内地也是一个读大学的人 他在当年那种八十年代的时候 读大学其实已经很了不起 然后我就把这个故事放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然后就逐步地把这个故事延伸到那些老的街区 那些旧的房子 把这个厨师的医生后半段 就展现在我们的十月初五街里面去 当然我也要感谢那瓶比较好喝的酒吧 但是我平时其实我不喝酒的 但是我为了写作 有时候就 我知道喝酒是 可能经常喝对身体不好 好在我也不是经常喝 但是我就这么一次 我就特别地有深刻印象 就是那个酒精的催化作用真的很强 要是没有它的话 我那天可能没办法从下午三点 用一口气写到晚上十一点钟 把那个一万两千多字 我就写了一篇本面小说 我就觉得这个故事写得比较一气科成 好像虽然有些东西可能后续修改了好多 但是这个框架 那个主体基本上都是这样 基本上都是一气科成的 然后我就想起我这么十几年都生活在这一带 就围绕着白鸽潮啊 东方基金会这一带的 其实很多故事 我就把这些生活的细节都融合在这篇小说里面 虽然它可能起的只是调味料的作用 但不是那个主体谷的作用 但是我觉得对于文化 对于一个艺术来说 这些辅助作用其实就是像一个很重要的调味剂一样 增加你的这篇文章的小说的底色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社区文化 其实很值得我们去发掘 谢谢谭医生 这位谭医生这个视角也很有趣 当然它是和那个 珊珊是一个相反的一个视角 珊珊是一个游客视角 那么其实它抓住的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形象 一个赌场 最标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象 在里面的一个最标志的一个角色 就是这个装和 然后谭医生 我们就很有很本土的视角去发掘 我们的这个街道 所以这也是两种这个建构我们这个城市文学的一种 的不同的方向 但是 但你看谭医生 你刚刚跟谭医生说 谭医生说他理解的赌场里面的生活 基本上都是通过文学作品来的 对吗 就是他了解的这个生活现场 其实他是通过生活现场 转化成一个文学现场 再回到生活现场 这样的一个过程 他是一个二手的 二手的一个生活现场 好好 你看你随时说就可以了 就是我觉得我并不仅仅是一个游客视角 因为我们内地其实很多做生意的人 会定期到澳门来赌博 然后很多人就输光了钱 或者欠下了债 我甚至有非常熟悉的朋友 他把家里的房子抵押了两百万 然后这两百万就输了 可能也是十多年前 就再也没有回来 就是赌场对我来说是一个 一个捷径 它可以快速走向暴富 也可以快速走向灭亡 然后我到了这个场地之后 你好像把你周围身边人的事情 跟在这个小小场合里的气息融合起来了 它有我们那一半编的故事 和这编同共同构成 明白 所以如果你加上这个背景的话 就更加的这个logo了 就更加符合这个世界对澳门的刻板印象了 所以你越补充就越刻板了 很有趣很有趣 其实这个问题 我今天写了一首诗也聊过 这个问题就是 澳门与成都 也在成都我有朋友说 我很喜欢听你们赵雷唱的成都 然后他说 就很生气说 这个成都不能代表我们成都 但是你们外地人爱听 我就派着这位 他说 那你来讲一下澳门 然后他就说 澳门就赌嘛 然后我说 澳门当然不是赌啦 对吧 然后他就跟我说 那你说一下澳门是什么 我就想了半天 哎呀 我说不出来 我就好后悔哦 我就觉得 应该准备一下 下次应该要告诉你们澳门是什么 那后来回家途中我就很懊悔 后来忽然间我就想 其实一个人的沉默 才是一个城市的全部 后来就是好像澳门它并没有 它并不是这么容易地去被一个 它是共同构成的 它既是你建造的赌场 也是谭医生建造的这个街道 它同时又是你在上海 是吗 听到的这个故事 对吗 它是更远的一个 还没必转化成一个文学的 这样的一个传闻 对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也是共同构成澳门的一个形象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很有趣 那包括泰皮 它又写了很多一些 关于赌场的一些小说 对吗 那所以它这个可以结合两者 就结合谭医生和珊珊 怎么样去把这 既街道又赌场的东西给搞起来 其实 稍微轻一下喉咙 我的普通话不太好 而且我的口才也不太好 其实我很喜欢他们 一直讲下去 剩下一分钟给我就好了 但是没有 我达不到这个效果 你看我现在在撑时间了 刚才听了几位的高论 因为我一直在想 我接到这个任务以后 我一直在想 这个话题怎样来切入呢 因为我其实 我一直没怎么想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的所有创作 基本上都是源于生活的 我不会 就是说我没这个才能 我没这个能力 写一些与我的经历 与我的生活完全无关的事情 这种事情是可以做的 就是说我最近 我有点跳脱 不好意思 就是说最近我少了创作 我主要是因为前几年 我跟香港一个电影的团队 有一些交流 但是没有参与工作 因为我的没办法 因为我的身份不可以参与工作 然后后来接触了 他们给我一个经验 就是说让我有点 就是说什么 没不勤啊 没不勤啊 我租不勤啊 我租不勤的感觉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没 就跟我的写作很不一样 我们写作是个人的嘛 个人 尽管你可以收集很多材料 很多人的故事来写出来 但是他们的作风 可能成品出来是很难看的 很无聊的一个东西 但他们在过程里面 比如说写剧本 他要那个人物小传啊 那些 那些每一个细节 他们都是很严谨去完成的 收集很多材料 去收集很多东西 然后 然后这件事情呢 令到我觉得 我的写作真的 真的太 什么 随意了 没有太多的那些 我自己之外的东西 但后来我又想了 写作有时候 也不要太大的包袱 就像我 如果我看了 杉杉的作品以后 我也不敢写了 不敢写他同类型的东西了 然后回到那个生活的话题 就是说 我记得我几年前去过那个印度去旅行 然后印度带给我一个最大的感触 就是说他们是一百年前跟现代跟五十年前跟几百年前 他们是同一个空间里面存在的 你在旁边有一个很豪华的车在走过 右手边你又看到一个流车在拉着那个粪便 然后前面你看到那个马沙在前面 然后后面又是那些很古老的地摊 这个感觉很模幻 我觉得其实澳门也是这样的 只是澳门那个感觉没有那么强烈 然后怎么讲呢 如果一个作家他要写他的生活 我觉得他必须要在这个地方 当然那个切入的角度可以不同 比如说杉杉讲的那个赌图故事 他切入的角度 我觉得他应该不是用一个市民的角度来切入 可能是一个赌徒或者说一个人来切入 那个赌徒可以不是澳门人或者什么人 其实都可以 我觉得没问题 但是赞于我的立场来讲 比如说我写关于澳门的生活 我看到的可能其他人看到的都不同了 我看到一条街 可能旅客看到的一条街是一个好玩的 刚过来的看到一条街 他就是现在这个模样的 如果是陈老师 不好意思啊 白了一张团 陈老师 陈彦华老师 我们澳门一个资历很高的一个翻译家 一个文学家 然后他看到的是五六十年代开始的一个澳门的边迁 跟我从七八十年代 没有七十年代没有那么老 八十年代看到的澳门那个边迁又不一样 但我们写东西的时候 可能在现实里面就有好处 就是我对这个地方很熟悉 我写的每一句话都进得起考验 这个就说我不是说澳门了 我说一个源于生活的那个话题 这个是好处 这个不好的地方就是有包袱 写一个地方有包袱 这个是生活 就是说成也生活 败也生活的一种状态 有一句老话就是说经常说的 那个我估计珊珊听到可能会很讨厌 就是说文学源于生活 就高于生活 这个是经常讲的 然后在我的心里面 就是说我慢慢像一个方法 要脱离这个包袱 就是说在写作的过程中 生活就变成了一个梦境 我的虚构的才是珍惜的 真实的 在写出来的东西可能可以更放开 然后 这个是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说 可能没有太连贯了 就是说澳门这个地方 虽然它的题材很多 它有几百年的历史 它什么故事都可以讲 有时候我有一点 有一点那个困难 就是说以前很多文献都是用那个谱语来写的 这个 现在的谱语 我看起来可能还可以猜到一点 因为它经常接触跟英文有一点很像的 可以猜到一点 懂几个字可以猜到一点 以前的那个很难读很难读 就是说用Google也不明白它的意思 然后要写澳门的日史 在这个方面已经有一点 现在澳门好像这方面的人才还是不多 可能姚老师是一个他的谱语中文的好厉害 要写澳门历史上面的 真的是写到风起云涌的 我觉得还是现在唯有寄望未来 我肯定觉得澳门会有人可以写到这样的故事 就是说把澳门几百年历史 澳门很多故事可以讲 比如说你说那个 大三八看起来就好像大三八 但其实可能田老师有点兴趣 我不知道田老师知不知道 澳门的大三八很多都是日本人来盖的 那个大三八排坊 它上面写了一些很奇怪的中文字 其实那个考证应该是日本人来写的 什么圣母踏龙头 那个是澳门大三八后面有个磁灵围 还是马林苏的磁灵围 它两个读音 里面以前是日本人聚聚的地方 这个如何使这个故事 我觉得真的要读很多文献 还有葡萄牙的文献 还有日本的文献 以前日本人怎么被 新天主教被迫害来到澳门 怎么来发展 然后甚至有人说 澳门的那个名字也是从日语过来的 以前在澳门叫天川 我不知道真的还是假 天川什么高娃我忘了 后来就变了Macau这样的 这个是聊了有点多 然后刚才我讲这个 我延开了 其实我想 我延长了 其实我想讲的话 我一直想找一个路子来突破澳门的空间的局限 但是在现实里面 其实澳门的空间是被局限的 因为澳门它有独立的关税区 它独立的生活文化 独立的一国两制 很多独立的 我描写一个澳门人生活的场景 或者说一个澳门人的故事 无论他到外地去也好 去怎么生活也好 他必定会涉及到一些很皮毛 很无聊的东西 比如说什么身份的冲突 如果那些我觉得可能写出来 可能自己会高兴 或者有一些人会看 但是如果是整体放在内地 我们澳门其实要被文学 要往外走 第一步肯定是到内地 你到其他地方没意思 你没可能一个澳门人 在几千个读者的情况下 可以打到外地去 这个是天方夜谭 肯定第一步是到国内 但是这种澳门写作 其实它面临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它语言的问题 因为澳门人讲的是广东话 你描述日常的用语 可以用广东话 可以用普通话 但是必须适于广东话为主 那个邮静现在在 就是说在怎么讲 在整一个内地文学的市场里面 好像是接受度比较低的 然后可能一些 所以这个是一个局限 后来然后呢 但是我还是想打破这个局限 写一些广东 先广东的 因为广东跟澳门之间的故事 或者我自己 写一些不一定以澳门人为主的故事 但是这个我也写不了 我不想其他几位有那个才能 为什么呢 因为真的我脱离了生活 可能我写出来的东西就对自己也没有信心 但是如果我未来我要写一些打破那个地理局限的 我可能还是以一个澳门人为主体 讲一个故事 比如说澳门人 我现在假设随便想了 比如说一个澳门人 他肯定他的家乡是内地的 然后那个内地 现在就一些内地他一百年以来经历的事情也可以写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可以写 然后因为我的脱离太远了 我希望那个主持人可以把那个话题回到生活现场里面 不是 你一直没有脱离太远 一直都是把这个版图越拉越大 你看像珊珊聊的视角和谭医生聊的视角 到你现在聊的视角是 怎么样将一个有限的这个土地 扩展到一种无限的土地进去 就通过时间 通过这种土地走向时间的方式 让这个土地无限地打开 所以现在这也是一个澳门现在的这个主体性 我们现在开始建立着身份认同的一个表现 就在于我们开始聊这个澳门文学是什么 开始去挖掘历史 走向历史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 你刚刚说的那个我想想起 你说像有人可以写澳门几百年的这个历史 我刚好知道这个 像中文明他现在就在写了一部陆环的百年史 对然后他是按照那个金国平教授 他写的那个澳门编年史 来做题材 来做的 然后这个也是那说 我和他聊了很久就是怎么样将陆环百年史 变成一部这样的一个剧作 然后他上星期 才是昨天还是前天 才在香港发布 所以我也很期待看见这本书 钟伟明 对对对 他也是个澳门作家 他是澳门在陆环 长大的 陆环长大的 钟伟明是在澳门陆环长大的一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听过那个张学游唱的那个《雪兰湖》 他《雪兰湖》就是以澳门的故事为蓝本 但是他没有说明是哪个地方 他后来有一幕是那个烟花爆炸 就是以前他小时候在陆环那个 炮煎熊怎么讲 炮煮厂 炮煮厂 炮煮厂的爆炸的那个情境写下来了 这个题外话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开始已经有澳门作家 去有这样的视野 去走向历史 去走向一个世界的一个视角 去重新看待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是很开心的事情 但是我发现 泰皮是个很矛盾体 他记忆很谦虚说 我不行 我的东西一定要源于时间 源于生活 但他又想走进历史 又想找几百年前的东西给我熬出来 重新地走一遍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 让我想起这个哥德好像说过 他说 一个诗人 我应该要加个括号 我感觉要加个括号是天才诗人 因为不要让他对我们这种不是天才人 他不公平了 他说一个诗人对世界是有预感的 他是要先预感到世界 再去通过生活来验证他的预感 就是说他是不需要通过生活的 不需要和你过度接触 他就已经对世界有个认知了已经 但是生活 所谓的生活只是 一个大卷而已 一个靠验证他才华的一个东西而已 当他真的接触到这东西 碰到这东西以后 他没兴趣写了 他觉得东西原来世界只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 没有兴趣写了 但这种是天才作家他们的 我们是有没有办法去做到那一点 但是我们还是 还是希望一步一步的可以写一些 我们没有接触到的东西 但是又觉得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的 始终都是 也是源自生活的另一面吧 对不对 我觉得所以大家的发言 其实很随意 都在讲自己的写作 但其实某程度上他已经构成了一个很大的版图 就是不同的人 不同的作家选择不同的视角 从三方去构成现在的澳门文学的一种 一个很巨大的一个 也不要不要说巨大 这个词非常不好 就是说一个很 比较全面的一个面貌吧 对 所以我觉得 好 现在我们就 我想大家可以放开来聊 好 您问 因为加莱也是非常优秀的 对 不好意思 西蒂也是非常优秀的诗人和小说家 然后我也看了你的小说 不能光做主持 因为其实你刚才说的一个观点 可能不是你的原生观点 但是我没有那么认同 就是说天才可以验证这个世界 我并不同意 我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的精微 也许它能在大的方面 预知到一些可以被印证的东西 但是在细部一定会有更深的发现 比如说谭医生之前聊到十月初五节 十月初五是十月五日是葡萄牙的国庆日 是不是 过去的 那个是葡萄牙的那个革命祭奠日 就是1974年10月5日 他们忘了具体 那个可能是姚峰老师比较熟一点 就是说从那一天起 那个葡萄牙的政治就走向民主 然后就很多海外的殖民地 他们都不要了 包括澳门 但是那个时候 一些历史的原因 还是继续保持在澳门的管制 这个是今年可能对葡萄牙社群来讲 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因为刚好五十周年 明白 但是我想说的是 十月初五是一个错误的日期 因为它沿用了中国的农历 但农历每一天跟实际上的十月五日是不对应的 就是有很多事情当你细想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当中有偏差 包括昨天我跟田园老师跟喜地在散步的时候 你说在内地可能城市比较大 我们散步是在探索 但是你是在非常熟悉的地方找一些新鲜的事物 当我看你的小说的时候 我的感受也非常深刻 你的小说你发给我的是 什么意志的部分 或者哪些东西能给你带来新的灵感 我觉得我发现最多的就是时间吧 就像台比说的 就用一种时间去打破空间嘛 对吗 就像当我们这个路 我每一寸土地我走得太熟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澳门的独特性 可能我们真的需要 好的从这一点去抓住的就在于 我们每个人看待城市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其他大部分城市大城市 基本上他们都没有人会真的走遍自己的城市 哪个深圳人真的走遍深圳 每一条街都走遍 没有的 只有澳门 澳门是可以 你花十年时间走遍每一条小巷 每一栋大厦 你可以走遍它 就这时候你就 你不像内地一样 你是从一万个点里面 你是一个点慢慢地走慢慢地走 我们是所有一百个点就放在那边 我们在这个点中间寻找一个 时间的空隙 对 所以我们是从一个很大的圈里面往里走的 而不是像大地方一样 是从一个很小的点往外走的 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城市视角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 是一个小地方小到这么小 所以才能产生出一个独特的视野 所以你问我走一条街走一百次 会有什么分别 最大的分别是我看见的时间 对吧 你说你说你一阵子 一星期没见 那条街那个铺 变成第二间铺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 变成第二间铺 如果你到这里就停住了 它就不是文学 对吧 那你又变成第二间铺 它到底是什么铺 对不对 它到底是什么店 它和上一家店有什么关系 对吧 整条街本来是什么样的店 后来又变成了什么样的店 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怎么转换的 对吧 然后怎么样从一代一代人 他们怎么样去接手这些店 怎么样去开一些店又倒下来的店 你看这些东西就可以看见 在很局限的空间里面 就看见一个 从这些细节 一个招牌一个字里面 去找到时间 所以我觉得我永远都不会走一眼 就是一条街走一百次 你是可以看到 不会有重复的 因为我经常带朋友走 然后走完以后我每次都说 哇 原来这样 哇 原来这里是这样的 我就很惊讶 我就太开心了 我就想起我前阵子 我在那个路环 那个竹湾海滩 竹湾海滩那边有一个 那个什么 那个 那个 青年宿舍 对 青年女社 那边 我看见对面有个亭子 我看见好像亭子下面 有一条路走下去 我就很蛮期待 这条路走下去是怎么样子的 结果 楼梯一下去 没了 我就 啊 天啊 你这个 这个转折 这个太剧情了吧 太电影了吧 对吧 一下去 没了 那没有了 那你要找东西看啊 你眼睛 眼睛要不看海 要不看山 要不看什么 我就看了 我就找地下看 地下既然没有路了 那怎么样 有个巨大的石头在那里 那石头上面 有一条 有一条 很硬很长的一条线 就像以前那种 砍石 砍石下来的那个线 那么这条线 我就看那条线 看那条线 然后那条线慢慢地慢慢地 它散 在那个石头中间化掉了 对 我就看那条线 然后就从那里 就把我的路给走回来了 当我走进去这条路以后 我再跳回来的时候 我就看 我看见 我不知道我在哪了 就桃花源寂的感觉 对 你就去到了一个新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空间 就是我们澳门 我不能代表澳门 我代表自己 就是说 我觉得 不能去 觉得说地方小 因为地方小 其实它可以有一种 无限的 图像 这种图像也是永远消化不了的 这个资讯场太大了 资讯场每个作家都在建构着自己的 都在建构着自己的文学 就是在找 在从关系里面做建构 那么所以我们 每个人的建构的方式会不一样 而所有的人 我们一起坐在一起 每个人的建构方式加起来 就组成了一个文学现场 对吗 因为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就是 这个题目 我也不知道怎么谈 因为它有现场 现场这个词 就让我感觉 它是一种进行式的 现在进行式的东西 它就不是 就是只是生活 所以我只找到一个 对应的一个词语 用文学现场 去聊这个生活现场 用文学现场就是 好像我们在内地发表 我们就经常要 要关注内地的文学现场 要关注最新 好像有哪些人 在写什么东西 在什么大刊物 什么 你要一直在 紧贴的文学现场 但是我现在 不要少看小说 所以我昨天才问你 就是说 现在内地有没有 就是什么类型的 就是一时留的 写小说写的最好的年轻人 对吗 是谁 是谁 我还是希望你推荐 因为我是想走进 这个小说的文学现场里面去 但是这个诗课的文学现场 我就相对的熟一点点 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通过文学现场 再返回来 再重新 也可以说被翻译成 我们的这个熟新的生活现场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蛮有趣的问题吧 对 我们现在聊到这里 然后大家也是放开来 想到什么 随时插话 其实文学现场 我觉得就是一个 游离于现实和虚构之间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概念 其实澳门虽然很小 其实大家 但是我觉得 无论怎么小的地方 其实它总是有 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些东西 你没有去发掘出来 我就觉得其实一个优秀的作者 或者是作家 他能够写出好的作品 关键一点就是他能够 其实他就体验生活这方面 做得比我们很多人要好 而且他善意去发掘生活里面很多 大家可能比较少去留意的东西 其实一个人 无论他的天赋多高 他其实他要写一个好的作品 他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 不可能完全地 就是说腾云架木 天马行空这样去想象 去构造一些故事 他必定要有一个现实生活的原型 所以他 为什么说我们过去有些老作家 像内地的老作家 他要蹲点到一个具体的地方 生活了好长一段时间 才能够把那个作品写出来 我记得以前我看陆瑶 陆瑶他写他的作品的时候 他就真的 一方面他要去节省生活 一方面他收集好多那种 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那种 当时就没有太多的通信工具 媒体都不发达 当时就报纸 杂志 他为了写小说 他就把每天很多杂志 报纸 那些就剪成一格一格的 然后就粘起来 自己慢慢地去阅读 去挑选 去发掘里面的材料 然后把那个东西就揉进 他的长篇小说里面 其实他说他创作时间 并不比他收集的时间 就收集材料的时间要长 其实我觉得是 因为还有就是我去年 跟太平大哥一起去 乌镇参加毛泽文学奖的 颁奖典礼 我们作为嘉宾去看那些 成功的作家 看看人家是怎么借鉴人家的经验 我就看到有一部 其中一部获奖作品叫《宝水》 《宝水》的作者他乔业 他在领奖的时候 就说得很明确 他为了去写这篇小说 他就敦村 炮村 意思就是说在中国的农村里面 长期地扎根生活一段时间 而且还要不同的农村 走了很多遍 在这样的 进营的情况下 才能够把那些生活的点点滴滴 它积累下来 然后再从这些东西里面 提炼出它创作的源泉 有一次我在澳门 读到一篇 内地作家大头马 写的一篇短篇小说 这篇小说在我们澳门的比赛当中曾经是获奖的 其实他是一个外地人肯定是游客的身份 但是他写的那个视角其实超乎我们澳门人或者是本地人很多那种意料之中 因为大家写那个故事的主角 可能大家想到的 你在澳门吗 要么你就写澳门本地人 要么你就写 就是华人 或者是写那个 有些像我们的前辈 他写的是土生仆人 可能大家想到就这两个群体 因为华人 要么是葡萄牙人 或者是葡萄牙人之下的土生仆人 但是我那个大头马他写的焦点人物其实并不是澳门土地上这两大社群 他写的是一个大家比较少关注的群体 他是澳门的那些雇佣工人的后代 因为澳门是一个怎么说呢 因为很多家庭都需要有些像菲律宾人 这些家庭提供家庭服务的这种人 所以澳门有很多菲律宾人 也有很多印尼人 这些人他在澳门生活了很长时间 有的可能繁衍了第二代第三代 然后他们这些人可能就变成了澳门人了 甚至会说广东话 可能虽然长得一看就跟中国人有区别 但是他们在文化上面已经跟我们有点交融了 但是这个作品就写一个家庭 一个菲律宾人的家庭 一个老奶奶 然后她有一个孙子 这两个人 然后他又写到他们这个孙子 去我们澳门著名的旅游堂 在那里去玩笨竹跳 她就把这些故事都游合在一起 我觉得非常有趣 但是作者肯定是深入生活 去发掘出来 才把这些故事展现给我们 所以我觉得生活 还是我们创作的源泉 这个非常重要的 谢谢谭医生 他刚刚又提了一个关键词 这关键词就是移工的文学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一直被忽视的一个视野 像我们台下面其实也有一些菲律宾人 我们昨天另外一个汤梅孝的孝姐 她才说几个视角 我们将会忽略 其实澳门这么多菲律宾人 为什么经常我们见不到他们 在路上好像很少碰见 他们到底在哪里呢 这个就是 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视角盲区 这也是每个作家的选择问题 所以也是关于他的走的路的问题 所以选择不同的道路 你就可以见到不同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新的 又是一个新的群体 就是你说的移工的文学 包括菲律宾人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我们应该要关注他们怎么样去 建构我们的城市文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 将来希望多点机会 可以和他们去做交流 我现在也还没有这个机会 我也是希望将有这个机会 那么现在剩下十分钟 我就希望可以 大家有没有台下 有没有朋友可以 有问题的 对 你说 說法國人的故事也很不知的 為何這件事? 有何理由嗎?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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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他刚刚问的问题是 应该是问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好像 博家人让我们觉得经常会 比较难找到他们的踪影 好像神仙一样来无影去无中 飘了一下这样的感觉 可能是我觉得是现在 这后面肯定是政治问题啊 但是就是大家 现在的权力是我们澳门文学 这个建构大家都同时有建构的权力 像澳门文学节就是一个非常 权威的一个平台 就是建构澳门文学 但是你看很多政府啊 它其他的 它办的很多活动 它们都没有开放一些英语主别啊 不太有语主别 其实 这些也应该去纳入这个 澳门文学的这个范围 更加去进入这个 官方的一些文选啊 或者一些活动啊 比赛啊什么的 其实 这个也是 某程度上也有制度问题 去将 去将两个群体割开 但同时其实也有 起到很多问题 包括像我这样子 我是偏刻很严重的 我现在每年忘记一点点英语 然后忘到现在我已经 剩下ABC三个字了 所以我也很想沟通 但是很多时候也会存在这种 语言问题 但很多土生仆人 他可能在澳门几百年 他们也不愿意去学广东话 对 但普通话也不会学 只是去想英语 其实这个也会面临着 两个群体之间的 沟通意愿的问题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 这是很复杂的问题 这个主意 我们去再开一个讲座 讲两个小学 我补充几句吧 其实 我不是太认同那个 那个 席地先生的讲话 其实 主要是看你的生活场景在哪里 像我这样 我基本上每天都要接触 那个土生仆人 很多的很多的 因为我的工作环境里面 每天都要跟那个土生仆人打交道的 而且 现在土生仆人的中国话 已经是比较强的 有一些土生仆人 你看不出他是土生仆人 而且他们 他们的语言的能力很强 他们中文也 普通话也会 广东话也会 英文啊 什么话都会了 反正 他们讲的 就像以前 一些社团的老大 社团跟澳门现在那些震惊的社团不同 有一个叫 有一个人 因为他是土生仆人 但是他从小到大是有一个 就是中山时期的 有一些当地方言的一个保姆 保姆 保姆来养大他的 他的一个土生仆人 他讲的话是有一些中山的方言的 那个是很有趣的形象 然后 然后我们现在澳门特区里面有五个寺 五个寺其中一个寺 他就是土生仆人了 他的形象在澳门是很突出的 那个土生仆人 这个是一个群体 还有一个群体是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呢 他其实 他的 在社会上面他也很活跃 只不过 因为我们的接触的环境不同 像我这样 我可能接触的土生仆人很多很多 但是我真正 就是说跟葡萄牙人 就是说在澳门生活啊 落地生根的 那个交流比较少一点 毕竟 毕竟有那个语言的隔海 还有那个生活习惯的隔海 其实我觉得澳门从古至今都是很奇怪的 从以前葡萄牙人进来以后 澳门就是每一种文化 他们都是割裂的 他们不会交流 有时候就像刚才提到的那个费用 我家里面也有一个佣人 但是工作以后我们都是割裂开的 现在每一个澳门 澳门就算是华人社会里面 每一个不同的族群 它割裂的那个情况也很严重 因为澳门缺乏了一个主要的文化的中心点 就不像香港 它可能它有一个邻居力 以前有一个邻居力 就是TVB 就像我们中国的那个不用讲了 比如说你其他地方的 它都有一个文化的 一个中心点来邻居他们 但澳门这个边缘的地方 它受到外面的那个文化的影响太大了 没有一个中心点 像葡萄牙人他们看的澳门现在有澳门的真正的 就是说纯血统的葡萄牙人可能只有几千人 但是澳门有三份葡萄牙的报纸 一份葡萄牙的周报 就像我们这个活动就是那个Bondufillau来搞的 然后我看到它在几个澳门的包帐 就是葡萄牙语的包帐都卖了广告了 但是没有在中文报纸上面买 但有新闻 澳门就以前一种长久下来的历史问题了 就搞到这个社群比较割裂 澳门还有一些其他不同的社群 比如说以前葡萄牙人还在管制的时候 有一些我们叫在非洲来的一些兵 他们有一个群体 然后有一些印度人在澳门经营那个养物业 他们有一群人 后来是有融合在一起的 但是我自己感受不一定是真的 不一定是可以代表很多人的 我感受是澳门的 除了几个人 除了一些社会的精英 比如说姚老师 有一些社会的精英 可以把这种不同的群体 把它整合在一起 比如说谭医生 谭医生什么人有事情都要找他 我希望我不要找你 他是那个找他的都是很严重的 不要在他工作的情况下找他 就是说希望那些精英可以 就是说全靠他们把他们凝固在一起 像我这样我的语言天赋比较差一点 就没这个办法了 学普遇 我也中学开始学 但是到现在我还是只懂得那个数字而已 对 其实这个也是显示了我的无知 和我的这个视角盲区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不是这样 因为现在你的生活场景在大湾区 你现在讲大湾区我也不知道 对 那其实你说的这个很重要就是在于 其实澳门这个社群割裂得很严重 就包括你说在我们小时候 一公里你都不会走出这一公里的 你就在这一公里生活 所以你看澳门这么小心你永远走不完 因为你在这一公里里面 外面那一公里 对面就是卡夫卡的城堡 对吧 所以可能黑沙环的不会去高士德 高士德的也不会来黑沙环 对不对 其实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澳门是一个很大的世界 从这一点来看的话 它是一个 所以你看就好像那非利其写的 那个大便子的诱惑 对吧 就讲这个泡泡泡人 他看见那个女孩子 那个大便子在那边甩牙甩的 好漂亮 他就爱上他了 结果两个群体之间 对吧 就不让他们相爱 要分开他们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在谈的这种 所说的 我们所说的这种群体的割裂 地狱的割裂 现在好像这种地狱的割裂 没有那么明显了 就是没有说什么黑沙环的高士德 好像像撕裂的这么像 还是有一点对吗 还是有一点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 很有趣的 去 是可以从这种社会学的角度去 去分析然后再把它放进来的 那个 小龙地狱吗 或者是 只有这种 这种封建的 对 对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问题 所以请问还有 其他的朋友 有问题吗 或者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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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澳门人 有很多葡人的土生 在香港汇本银行做的 澳门人比香港人的强 就是多语言 多语言 还有一个问题 你刚才说了 澳国族群的问题 澳国他搞这个 我计算是参加的 他都很用心 他都推广澳门的文学 但是今天很喜欢 很多华人参与 以前都是见澳国人多 我认识很多澳门的作者 和华人都没有参与 今天见到 甚至澳门不回 曾经见过 有一两个领导来过 还有报纸没有宣传 这次《文人日报》 我介绍这个节目 他都很用心 很多届 还有请大学的学生 做商业翻译 姚先生我见他很多年 有一个问题 他们普生和人 族群太多 七几年选业的时候 他们很用心 但是族群太多 那些来自非洲 那些来自亚洲 他们不同派别 不同会 他们有很多个会 所以他们应该在立法会 选不了 族群同 你是帝民的 我是安哥拉的 大家都谈不上 如果集中在一起 一定会选到 是的 后来 为什麽 谷天朝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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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典固典值的 包括这裡的地址 东西君会 他说典值 他没有说出来 以前 陈树茗 只是利用一些关系 把一部分的歷史 拿走在她的手里面 这个街道的历史 另外一个 舆计性 他寫澳門族群土生的歷史,他寫最多的東西 多謝你的分享,我們會回去多方面去學習一下這些資訊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有很多資訊盤區 提到你的問題是七幾年之後,自從福建人下來之後 澳門沒有很多人吃少數 右看那些人至澳門新聞一 我們在報紙裏面見的作者大多數是普通話的 還有新移民 我們本地的人比較少 如果看澳門的作者,澳門筆會輸 他們不是在福岸出現的 他們只是在澳門筆還未出現 每個人都接到澳門筆,不一定 所以如果在中文華人方面推廣文學 就是那個部份不能吩咐 所以我們希望將來澳門報紙可以發多些澳門作者 華人作者的作品 還有華人報章 發多些澳門作者的作品 所以我覺得這樣可以 一個很好的交流平台 不需要每年都等我的頸都長了 等文學節 謝謝大家 今天很開心的 我講幾句 其實我有一些話想講的 後來我又忘了 後來我想講 什麼 因為後來我們的主旨已經變了 其實不是生活那個方面 但我剛才想到一個生活方面 我想講的一句話是說 我要寫一個東西 它是不是來自於生活 其實看他寫的幾句話就可以知道了 然後我就找到我們珊珊老師的一句話 我又忘了 剛才找到我又忘了在哪裡了 我讀幾句吧 它其中一篇小說叫《極性戲劇》 它有一句話叫 跑到哪裡去了 等我一分鐘啊 我們生命你有多多分鐘啊 你有的 你有的 好好好 就是前面 沒事 你們還找 我再找一些 我一直想回應一下前面各位說的 好爽的 剛才那句話 就是 就大家反覆在強調澳門很小 但是我覺得人的命運是高於它的區域性的 包括在之前疫情的時候 我們都被封在某個地方 我是在學校 然後我突然意識到兩公里的距離 已經滿足了我所有的生活需要 和你的精神生活 所以再小的地方 對於人的命運來說都是可以挖掘的 舉一個小例子 就是我外婆家有一個鄰居 她是50年代到上海 然後她70歲之後 她還必須得 她沒有結婚 沒有什麼錢 她住的房子 大約是10平米以下的 除了一個床 什麼都放不下 她70歲以後 還是每天到碼頭上去拉貨 然後呢我小時候經常發現 她偷用我外婆家的自來水 但是因為某種側隱之心 我就沒有辦法跟大人說 然後讓我印象最深的是 這個人的名字叫江道順 就是道路順利 你可以想像她父母給她取這個名字的時候 是抱著一種期待的 但是在她的晚年 這種期待再也沒法兌現 她就非常殘忍地放在那裡 我想的是這樣一個故事放在上海 放在澳門 它都是成立的 所以並不存在區域小 就是我覺得有很多可以挖掘的 這個我可以這樣記好 這個我很認同啊 就是說 剛才聽到三三幾句敘述了 有點悲涼 我很喜歡她的作品裡面 有一些悲涼的意思 就是說有一些悲涼的東西 她那片春晚 不是晚春 她那個晚春裡面就有 大家看一下 我推薦大家看一下 晚上可以看得到 那個是挺好的 可以看一下 然後我現在讀幾句了 她的另外一篇文章裡面的 就很簡單的幾句 就看得出 對生活裡面的一些 自如的感覺 這年爬過幾段十五度的斜坡 她幾個朋友在航山 就是說在那個hiking 就普通話怎麼講 登山了好像不帶登山 就是郊遊之類吧 然後我們累得氣喘吁吁 還不如路邊閃養的攻擊精神抖手 哇我覺得這句就挺不錯 然後 陳柯面色蒼白 《徐漢》 竟是他 裝款 裝款無數人的 優衣褲襯衫 我覺得這幾句 你就感覺到 裝款 裝款 叫種褲 種褲 對對對 裝衣褲 無數人的 就是短短幾句就可以 看得出來 就是說 把那個生活 跟那個文學 把它 拉近的那種 就是說有時候文學會把你抽離了 他幾句又把它 拉近了這個感覺 就是說有一些地方挺驚豔的 我推薦大家讀一下 當然啦 大家也要讀我的作品 對對對 確實 不論多小的地方 他 都有文學的可能 就算包括最極端的例子 包括 鐵鍊女都一樣 他如果 將來他精神 精神好了 我相信他也可以寫得很好的作品 他可能就是一直在這個地牢裡面這麼多年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我們文學的可能是在沒有空間 沒有 沒有邊界的 我永遠都是 可以無限地往前延真走向時間 走向更大的這個世界 所以很開心今天可以四位和大家分享 然後很開心各位觀眾願意來聽我們這個瞎聊 我瞎聊 對 所以謝謝大家 希望有緣再見 謝謝 謝謝